字幕翻唱片 回到节目时间 今天港股升得多漂亮 因为上证方面都珍重上来 有18点的升幅 3181点 恒指也升到389点 刚才也有400几点 18点跟我们今早开始见到 我们第一节节目后期就在说它升18点 那时差不多 不过怎样都好起码真的好地地 导致我们恒生指数刚刚升过400 现在都有385点升幅 都站到315楼上 今天暂时来说 只是上周恒生指数的波幅 都有成107点 低位31423 当时升少了大概100点 升300点左右 高位31592 其实都是约磨400点的升幅 包括关注的就是 真的很多板块都有得弹 最主要很明显一看 就受惠特朗普在周末推特说的事情 包括你现在看到 升幅榜里面如果真的有关事 是什么呢 信羽 跟手就 瑞星 真的上榜的又不多 但你会周边看到 不如看看升幅榜 升幅榜会较为 明白究竟 所说什么特朗普影响的 你讲这些人 应该讲正股升幅榜 你会见到 摩比 中兴有什么关系 他的业务里面有四成六 都是受惠于中兴 是的 跟手富志康 这些都是 跟手 跟手 中国远典 跟华为相关 信羽 手机 外贸 红藤 所以今天升幅榜里面 有五个粗略估计 都是跟特朗普放风消息相关 不单止 如果真的说 别说是红藤 其实即刻又掃给大家看 看一个宏观少少 看看1415 高位电子 看看 我报吧 1415现在升百分之二 他叫做升得最少 是吗 然后呢 除了刚才我们进来之前 我们也说1478 就直接没有 这个已经是不入流 还在跌5% 死了 因为他始终 本身早前 大家见到他的业绩出行景 是说的良率 什么叫良率 就是Quality Control 出货那些 不是出货量的问题 而是出多少都没用 很多都是不合格的 就是出些垃圾出来 所以这个情况 就不行了 那变了 今天刚才电到摩比 6088 1415 然后瑞星信羽 富志康 354 268 1297 多到说不完 1297 什么凌天软件 那些 又升5.9 其实就是说横跨些什么 6869有没有 6869都4.2 横跨5G 手机设备 软件 所有 云 相关 相关 这些版块 都是受惠 个别 会不会 只是反弹 而未曾站在重要位置 当然要关注 就以2018为例 大家知道 我比较强调 就是128元的位置 而他今天就会公布季度业绩 看看 究竟 如果只靠川普 可能就是刚刚撞到 必须要首都的位置 看看会不会支持 变阻力 如果季度是OK 升穿它便会脱险 所以都很视乎一只一只去看 嗯 不过都很 是的 你所说的 要depends on一只一只 而且 depends on你对Trump 有多有信心 真的 其实他很多时候都是 今天说A 明天就立刻说B 没错 如果真的 贸易战他们 这星期去美国 谈不够数 又再次回落 所以 其实真的很 看下自己有没有信心 而且 我建议 这些始终都有一点头基 我有句最老土的说话 就是你搏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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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本身强势的 也都本身有基本因素 所谓业绩是OK的 你不要去搏远 那些烂鬼垃圾 譬如什么叫烂鬼垃圾 六零八八红藤 我只可以说 他本身都是这样的死人图的时候 过去半年 由最顶位六个几七元 现在跌到三个二毫三 你预计他 是不是先带回身 说真的 他跌都不是因为阿侵 阿侵 阿侵说的时候 最多就是三月左右 一路滑下来 那时 在之前 一早已经是大跌浪了 所以你更加 又不会想着 每个都弹了 现在一四七八还跌 最底是他 那天还有人说想要卑底 断鼓 断鼓认识我的人 应该都不会去卑底 这样的情况就是 很恶劣 所以有很多 你说像瑞星 是啊 是好东西来的 长远 但是短线也是 站不到就站不到 那样东西又要留意 所以今天你说 你問是不是真的有很多可以呢 那順雨 舉個例子 雖然你說那些數據上好多少 但是你說現在走到上來這些位置 它會好過瑞星很多 因為情況就是 本身它都彈了這麼多 本身它一做也都站穩了138 那變成如果特朗普是玩東西的 過後都是掉漏的 最多就是回到138 你只蝕走人 就不會死的 所以留意就是 但你都要懂得選擇 但還是真的會升 那除了我們今天所說 就是這些手機股可以升之外 那還要看券相 終於有一點點動 券相動什麼呢 內地市場消息說 入和 明天就會公佈究竟有什麼公司可以入到 雖然不是明天實施 但是看回今天券相的表現 是真的在動 特別是我們很久之前買了 真的很久了 6030 一直都有朋友說到 其實還未走 終於等到今天了 還未走也會這樣死的 就是中間人家都發生了很多事 不過算了 他就眼痕了 是的 那你 你就當終於守得雲開 現在的情況就是升4.5% 那說真的 他不是不能留的 起碼彈的時候 你照留 我認為 較早之前 在4月12日 有個頂19.6的位置 站到19.6的話 照著先 照著先 暫時來看 似乎不算太差 如果向上望 我會看回大概 20.8毫半 即2月1日的定位 逐個逐個位置來 我暫時看法 我會覺得 今天是好養助的 就是這樣說 早前很多人說 薄衝景入幕 我都會覺得 市場要好一點 現在的市場要好一點 好過之前 但其實擔不擔心 會不會一天搬入貨幣呢 因為始終 我們就說 明天就會公佈哪一隻進去 炒完今天 明天又吃又散 會不會真的只有一天呢 其實 如果你看成馬犬商裡面 最正常突破 有突破 只有6030一隻 好老實說 是的 我只可以這樣說 又是那句 你去接駁這個消息 你接駁一個最好的質地 接駁一個破位的 那必要時 好了 一天小貨幣 明天 你都見到 它是強過其他 你不要破底 甚至乎 一早已經變成弱勢的股份 我這樣 我會覺得 即是你駁一些差的 你一天之後 你再破底 那就又浪費了 所以 都要懂得選 你6030 說真的 升穿了19.6去駁 好了 你回穿19.6 我就自已 起碼 我也有些渣 但是 好過去駁一些其他 即是 有些甚麼是 6837 6837 海通 那些 雖然 它在低位 大概 10.5 10元附近 都打底 但它未突破 成交和力度 都是不足 這件事 我覺得 小心一點 另一隻 我看開就是 6886 但6886 今天成交 都好 華泰 不夠6030 來的 不夠它來 但是 夠不夠它自己之前來 都不夠 和自己鬥 不要和別人鬥 和自己鬥都不夠 都不夠 因為它2月的時候 都有個微微的雙頂 叫做 然後4月已經去不了雙頂位 今天升了2% 只不過是16.06元 如果剛才的雙頂位 甚至要去到16.5元 才叫做升得穿 暫時看它 真的比較弱 我只可以說 對比過去這麼多天 它的成交都不到 6030中信證券的成交 就半天大 上個交易是全日的 所以都是那句 只有一隻 暫時來說 其他真的都沒有很薄 即是懸商這個板塊 如果大家真的勉強要選 都是只有一隻 而且我覺得 你也提出了一件重要的東西 就是說 如果整個板只有一隻 是有成交 那究竟是否叫做起落呢 其實是否真的在炒這個板塊呢 我會覺得半信半疑 我反而會選擇那些 可能整個板塊都起的 那些股份會比較好 好啦 大家留意著 我們就要去廣告先回來 不是 首先要叫宣傳電話 3108-3399 3108-3399 去廣告回來聽大家的電話 可以再多一點 之前有六百多 是的 但不要理會 它怎麼都升到近四百點 都安全 還有多少隻羊竹仔 是的 比起開市位置 是否更好一點 開市好像升三百五四十幾 這樣的話應該真的 31498 有得了 有得了 但願後市可以再做好一點 看回個別 都是順雨瑞星那些 比較做得好一點 不如回答問題 Karen問到1727 在Youtube問到1727 今天1727是噁心一點的 跌了5.5% 如果在圖表看 它一直扶著線向上 Karen 6.7有少少貨 這隻可否中線持有 可否追求 你解答 你有研究 今早也看到這隻 這隻我們一直都說 是鴻安新區 但是呢 剛剛算這個weekend 就出了個新聞 就是講到 河北方面 駐房和城鄉建設廳 副廳長 亦都有一些黨員 就涉嫌這個嚴重違紀違法 被人踏了 是的 被人踏了 那河北省 亦都是河北建設 大家鴻安新區 會否都是因為這樣呢 這是我們猜的 是的 你說在ethnet 在stock那些沒有說 是的 但是事實上又 但是新華社就說 它被人踏了 是的 有些泡沫 所以不排除真的有這樣的因素 變成政治因素 如果股份上 事實在鴻安裏做基建 應該都應該選它 但是做基建就可能和人貪污呢 會不會是關事呢 大家都避得就避 都是那些 如果差了 起上來 現在所有這些事情都是胡思亂想 我只可以說 如果胡思亂想起計 待會政府放錢下去 振興鴻安的經濟 然後你又拿錢來 不知道怎樣怎樣 其實整件事都很嚴重的 較早之前4月12號 陰燭頂位6.1號8 現在應該成為支持 但是支持不到 今早最低位見過5.7號1 現在6.09 都是站不到6.1號8 我的看法 除非今天可以見到6.1號8 即是首到4月12號的頂位做支持 否則就要試4月17號的低位 那個收市位5.75 換言之 如果連5.7號半都要跌穿 那我就認真覺得 就得人了 如果那個位都要跌穿 如果5.7號半 或者其實今天的5.7號1低位 你當5.7 今天站到6.1號8 維持住 大到稅的 不要買 如果5.7號半都失 那我覺得有機會 開始要減榜 小心點 這隻真的有小食 而不是突然被人跌下來 沒錯 下一位 由問到2.119 截截都要講一講 大家都很緊張 我沒有話可說 我只可以說我繼續持有 都不用分析圖了 總之就是 他都問你是否繼續向上網 今天似乎是慢了 半身股破頂沒有頂 我只是說半身股 我沒有說折穎 破頂沒有頂 離身為何我要這樣說 因為我有課 所以我不會告訴你 我對他有什麼看法 有什麼意見 總之半身股破頂是沒有頂 就以回 今早的頂是2.75 沒錯 以回每一天的開市位作為防守位 即是說簡單 每一天都站到開市位樓上 即是陽足 每一天都保持 每一天 中有一天失去開市位之下 即是陰燭 就開始減辭了 所以我會認為半身股是這樣玩的 今早開始和大家說 開市是2.47 這隻就要自己看看 沒錯 下一位 Chloe說到1970和2319 1970方面 26.9 有貨 先看看 1970 今天正在升1.4 27.9 因為他由徐正 會不會得1.4 剛才曾經跌過 現在又再升一點 當是十字升一顆 總之就是那句 今天你代了錢 對於股價 就不要那麼高要求 我只可以說他站得好穩 實際上他應該升 市場升那麼多 而他都只升那麼少 亦都配合復仇者聯盟的票房 那我只能夠乖說 那個徐正 除走了他的升幅 應有的升幅 我覺得 但是徐正除走了的話 他都是在這些陰燭裏面 是啊 那我就照保持著算 沒有貨的話 你看看多長線還是短線 今天還是比較黏 但是長線我們還是覺得 一套戲排著一套戲利好因素 如果長線你想一下暑假 我真的不得了 是啊 有貨又不用特意加住 未曾很強 但是穿東西是好的 有貨照保持 他另外一隻問到2319 蒙牛奶 蒙牛奶今天升了一毫子 27.65 他問這兩隻都是跑書 大事難怪他要問 2319就不用特意去保持 都是還行 是啊 有貨保持著沒有貨的話 不用急著買 他無論如何都是貨賺了27元 事實上有機再充 但是到今天為止都是橫行 打粒十字升 成交又縮一點 所以有貨保持貨 沒有貨不用買 Joanna問到1548 他就說1548起步了 挺好款啊 我們還在說Trump Trump那邊 令到弱價向下調 有機會影響來地的弱價 但是1548反而 今天就升了4.9% 因為不是動弱的因素 公司公佈在鎮江新區 生物科技服務外 省略以下有很多字 總之他在鎮江新區的工廠 獲免租5年 增加了預留的用地面積 7900平方 將會在10月中投產 作為一個工廠 留意這個因素 我相信也是 最主要今天 令他跑贏了很多的弱股 一個重要原因 事實上你看到 譬如 綠葉那些升1.3 白雲山升1.3 其餘很多股份似乎 都沒有這麼凌厲的一個升幅 只有金絲稅升4.6 反而跌的就有很多 所以我會跟大家說 今天他應該不是在炒 跟藥相關的一個因素 我只可以說他有得地 將來可以投產 而是成本減少了 有貨要不需要繼續保持呢 他就27元有貨 有貨 那有保持的 因為始終大家都看到 股價有一支羊竹仔 就突破了今個月的頂位 向上網 怎樣為知他真正起動呢 今天可以說起了一半動 如果站穩29.5毫半 即是3月12毫那個位 很帥 到時再看看 再需不需要加還是換什麼 這樣的情況 那我先回答一系列的約股 因為Youtube也有一系列的約股 要問 874可不可以買嗎 現時沒有貨 我覺得 隨時可以買 真的 今天近33元的位置 我覺得事實上挺好的 我也是那一句 短線業績過後 其實都爆了十幾二十個百分點 不是短線即刻爆 但我覺得 開始部署下兩署之中其中一署 上個星期五支陰燭肉酸 今天不可以稱得上蛋德靚仔 只是在低位陪陪而已 亦都是代變的身懷六甲 但是情況就是 留意一下今天是不是真的都站得好 站得好那些叫做33元的位置 除了874也都有問到 以186夠不夠強加貨 今天都是沒有什麼 為何會說他夠強 他見到彈 難得平時跌 那我就會覺得 只要先保持住就可以 但是就不像是真的很強 始終九個二毫半 現在雙頂 他今天是小羊竹仔 我會說有貨先保持住 成交今天來到五角多 就算今天多一倍給他 都不夠上個星期五多 所以我認為 保持住 不得住家 就算年1548 今天最飆青 都不得住家 剛才都給了位置 你如果突破的時候 才可以再做 現在不用 嗯 還有答案 1177 他就說 1177 是二送一紅股 如果有一萬股 即是送多少紅股 隨意 每二送一 一萬 即是送五千 嗯 股價方面 如果送一半 值不值得因為這個因素 還是除了靜美 我也是那句 你知道的東西 別人就知道 隨正 隨正一 這個真的要檢查 我現在見到的息 就是6月4號 隨正 但是那個送紅股 應該不是同一時間做的 但是情況就是 我也是建議你留意 回到走勢上面 看一下 6月4號 隨正實物 二股送一股 都是 我只可以告訴你 不會在這幾天裏 突然間爆 二分一給你 因為不是第一件事 是啊 但是到時會隨正 所以 所以你自己留意 我經常都說 我不會因為任何派東西 而 而撲倒入一隻股 只是會因為這隻股份 本身都是好東西 而 很老實 這麼巧 這隻本身都是好東西 所以 如果你問我現在進去 一來 駁股價向上揚 因為基本因素好 二來駁上派紅股 那我覺得 兩樣加起來就可以 如果你問我 我進去駁紅股 我連它是什麼都不知道 那我就覺得 不行了 起碼它都是一隻偏強的股份 好 其實它 甚至乎1093 入了藍醜 之後都沒有它那麼厲害 這隻1177 一直不斷破頂 所以兩隻都好東西 1177是好東西 還有一隻 這隻藥股的問題 是1530 我便可以回答這隻藥股 1530 還有沒有可以破頂的機會 我根本就在破頂 今天的day high還不破頂 所以就 看看 現在這些已經是all time high 今天最高19.58 留意較早之前 應該收得最高 是4月9日 1946 即是說 如果後市中有一天 收穩 1946的話 就破頂了 所以就 差不多破了 今天都 如果以即時計 都曾經破過 不過一定要收穩 所以1946很重要 節目結束之前 再回答這題 因為還有人問 就是700 大家都知道 星期三 衝敬700 這件事 但今天大市 其實聲音 不是特別靠它 真的不關它 有騰訊的 是否趁這些機會轉馬 還是沒有騰訊的 都要拼星期三 有騰訊又用不著轉馬 我覺得有騰訊的話 不升都升錯了 不如等業績 即是看看它有沒有機會 上回4.25 4.25是一個重要關口 如果站穩4.25 可以更高一點 反正現在暫時 它自己自身也好 大市也好 都膽膽的 那你就先保持住 沒有貨的話 即是變成真的拼了 要不就拼好業績 再加炒上 因為我要提醒你 好業績都可以炒下 所以就 因為看細微 時間都貴 對 到時都說按季不行 或者按日不行 或者怎樣都好 什麼都可以 所以就 自己去想 我 作為我 我覺得反正它不是大市的主要動力 它一點都不是火車頭 如果現在這些勢頭 我寧願 甚至說信譽都比它更好 因為還可以拼一下 真的鬆綁 即是川普不打它 但是騰訊暫時 現在真的拼業績 拼就不是很大把握 好 那自己考慮了 就這樣 好 那我們三天不夠再見 再見